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 www.sworld。前沿,岁月的风,吹过一季又一季,时光的年轮,也绕了一圈又一圈。回眸凝望,那些走过的晨曦落日,路过的青黄四季,看过NBA选秀的高手林立,经历过的残酷无情,恍若一夜沉梦。在刚刚结束不久的选秀大会,曾凡博的盛章出席,却不幸名落孙山。 这也让大家联想到了,16年,NBA选秀大会上,被选中的两位中国球员,当时呼声很高的周琦,一度被视为是首轮秀的不二人选,结果,却掉到了次轮43顺位,才被火箭摘下。而另外一名,并没有对这次选秀大会,做什么特别准备的王哲林,则惊喜,在次轮57顺位,被灰熊选中。睡着被NBA选中,王哲林没有想到,最近看到一句话叫,无所求,必满在而归。 我的理解是,当你减少期待简单欲望,往往就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好的结果。 而当时,王哲林,正好验证了这句话,选秀那时候,他正跟随中国南兰,一起在意大利的特拉维索,进行拉链,而当时,特拉维索比纽约时间,足足快了六个小时。 所以,当NBA选秀大会,进行的火热时候,已经过了午夜,王哲林,在看了选秀前十位,因为坑不住扩议,直接入睡。 而第二天早上,自己醒来的时候,王哲林,毫无心理准备,得知自己被选中了。 因为王哲林当时年龄刚到,所以,自动获选资格,被选秀。 节目 节目